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 《医師好辣》 介紹七位好辣魚團 女性對自己的身材跟臉蛋 要求非常的嚴謹 她們在照顧身材上 到底有哪些獨家秘方 今天要來與大家一同解密分享 還有三位女藝人 她們的保養秘方又會是什麼呢 新書 對 今天穿那麼少 她的書名真的是太酷了 今天穿這樣 是寒冬送暖的 新書 這本書其實籌備了滿久了 然後要一直守住這個秘密 沒有穿 對 出發點不是要讓人家 看你全裸 不是 我知道他們是立的 就好像很多奧運選手也是拍這種 對 我們想要展現是立於美 那他們是奧運選手 你又不是 可是我們有健身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努力的運動線條就可以很完美 這個美 你看 真的很美 它就是個藝術 對 這真的是第一次最大程度了 強調的女人還是要隨時要勤勞 對 因為這本書其實籌備了一年 然後我們的出發點是希望 因為其實很多人 不能夠去健身房或時間不夠 在家裡 所以我們在家裡 就用隨手渴的東西都可以健身 其實也沒有啦 現在這個健身中心都很多啊 或者是到那個學校操場 也很多可以做的 對 然後裡面比較特別是 我們還有結合那個食譜 甚至有請營養師 幫我們看過所有的食譜 然後計算熱量給大家 就是吃的是健康的 四月有那個簽書會啦 好 謝謝 也恭喜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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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 今天談的也跟這個有關係啊 你有沒有發現好萊塢明星喔 對 你常常拍到他在度假的時候 這個人怎麼變那麼肥胖 對 可是拍一部戲他又變瘦回來了 對 首先我們來看看 明星食譜有哪些 大家可以參考看 雞胸肉奶昔 一天狂瘦四公斤 明星有全智嫻跟Rain 這個 這個可能是他營養師幫他調的 他去做 那也很多人試過很多方法 有效的公布給大家 不過雞胸肉奶昔 我們請黃醫師來講 這是什麼東西啊 好 因為大家常常喝奶昔嘛 可是奶昔大部分我們都是喝水果奶昔 用水果去打 可是這個雞胸肉奶昔它很特殊 它是把牛奶加雞胸肉 然後再加上一些什麼杏仁啊 核桃啊 甚至一些水果 比如說香蕉啊 奇異果之類的 放進去把它打成汁 然後再把它喝下去這樣子 好噁心喔 所以想起來是個滿奇怪的口感 已經告訴你這個嗎 有這樣做過的請舉前 沒有的請舉前 來 請 先不評論他 四天狂做四公斤啦 先不評論這個問題 我們帶維維有專家來講了 我是真的持續大概快一年的時間 我是真的靠雞胸肉 可是我沒有到喝奶昔 就是靠水煮 可是我知道雞胸肉是一般做重訓要吃的啊 對 因為它有蛋白質 對 可是那個吃不會瘦啊 只是加強你雞肉嘛 會瘦 瓜哥 因為宇柔她搭配運動 其實會長雞肉 雞肉代謝就會比較好 這個東西我其實很多病人他們有做 這麼多病人有一味有成功 他第一個禮拜瘦了大概兩到三公斤 三餐就是吃這個啊 它還是有搭配 就像是有搭配一些沙拉 然後細節它就是 主要都是以肉類為主 然後以白肉 不是不一定是雞胸 雞胸肉啦 白肉 魚肉啦 這些 對 但其他病人我就發現不對 他不僅沒有成功體重還上升 後來仔細一問 你是弄煎的或者是水煮的 它是弄烤的 有醬料在裡面就不行了 很可怕 醬料焗烤炸的 當然就沒有用 每天吃公保雞丁 類似這一類的 對 所以 對 那你去第一家鹽酥雞去吃炸 吃炸 每天就是學生炸 因為郭根講是真的 他就是知道是只要擺肉都可以 他真的去買鹹酥雞的炸雞 怎麼會受能力 這個就對 就錯誤的事 鹽味醬料通通上去了 所以他講的說這種方法是有效 但是你要用對方 而且僅限4公斤 其實你這樣講 我想起來我好像有做過這個事情 是啊 這個是 我去針灸吃 雞肉都是給我白的 它的便當有分好幾種 全部是雞肉的便當 因為真的會瘦兩三公斤 之後就不會動了 通常這種要建議真的要運動 你就是要弄運動 讓它代謝成我們身體的肌肉 人會看起來會瘦一點點 沒有那麼水腫 不會那麼水腫 雞胸肉配奶昔 就是把鹹的 然後跟水果打在一起 感覺口感應該滿奇特的 所以我就不敢打成奶昔 所以我是 雞胸肉配番薯 然後配水果這樣子 真的有果汁雞這樣打 我沒有 我是分開 就是個別把它吃 然後當一餐這樣子 吃的 對 在胃裡打 最終也是打在一起 可是剛剛黃醫師講 是用打進去的 對 對 然後我是分開吃的 那時候我大概一個月 大概有瘦一兩公斤耶 真的 對 我剛剛就講了嘛 其實瘦一兩公斤不是困難的 接下來會不會動 對 持續的 持續很重要 對 持續很重要 所以我辦法這樣吃三個月半年 對 真的不好 人都會有慾望吧 對 持續很耐心 吃三個月半年會瘦一的 對 你還要吃一年 我就覺得很佩服他 對啊 一年耶 你不要說我們這樣吃啊 你做到三個月給這樣吃 他就翻臉了 對啊 所以你身體裡面的體脂率 一直在下降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越來越健康 就會有動機啦 你吃最常吃了多久 整年嗎 快一年 對啊 然後呢 我們到現在就是健身 我還是吃這樣的東西 可是你看偶爾還是會有點放縱 我一個禮拜只會放假一天而已 對 這蠻重要的 一個禮拜放假一天 那一天就是你都可以吃 可是我的原則還是不要太重口味 那你放縱是什麼呢 我放縱可能就會去吃一些 比如說牛排 然後不加醬 牛排什麼 牛排加鹽巴 就是生吃加一點鹽巴 加海鹽 或者是義大利料理也都OK 只是說那些沾醬什麼 我會盡量不要碰 他其實也沒放縱 真的有 他還是在裡面放縱裡面稍微 稍微放縱一點 你覺得稍微兩層斜一點 不健康 這樣也很好 如果你能這樣下去當然很好 能試一下 人就是有的人受不了 說剛剛你人生苦短 我每年這樣搞 我過年也控制 我很怕我過完年出來 變得更重一樣 還是你這本書出完之後 就會放縱 不會 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運動 不是為了要出書運動 是我真的運動到一個 老闆覺得 你好像必須要出這本書 我告訴大家你分享 那他的進階 已經到潘若迪老師那種 不要跟他一樣 不是 你說這運動的概念 對啦 對不對 其實剛剛瓜哥有提到 就是有沒有可能就是 吃到維持到半年一年這樣子 然後我有一個很 一個他現在很正的朋友 他穿著衣服的時候都很正 那小時候是本來是很胖 到了大學之後 他就很想要減肥 就很想變瘦 所以他的確又吃了很久的奶昔餐 他吃了真的是吃了半年 那吃下來之後 他的確瘦了15公斤喔 非常誇張 可是有一次 對15公斤超離譜的 然後他就真的變成一個 臉超正的 已經到笑花級這樣子 可是有一次我跟他去海邊玩 然後就打著穿比基尼這樣 結果發現他的皮超鬆 所以說這種瘦法 是變皮好鬆喔 膠原帶板都流行 速度瘦太快 這個瘦先瘦太快 就會有一些GP跑出來 對 當然人很奇怪 你有最輝煌的時候 就會有最維靡的時候 對 就是來來去去嘛 對不對 所以要保持那個狀況 才真的比較難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很嚴重 就很多人瘦下來 都有一層皮在那邊 對 所以說這就告訴我們說 減重絕對不能太快 太快的話 因為你的膠原蛋白來不及生成 它就變成一直流失 一直流失掉 可是你現在講的 哪些女生會聽 我不要聽 我不要聽 我想要很快的瘦 他們只想早這一個月 看他們瘦5公斤的 他哪會這樣 多然都是說營養師 你不用跟我講那麼多 對 你就告訴我一個最快的方式 對 那你告訴他奶會垂 沒關係 這樣沒辦法接觸 豬哥不是說奶會垂 是奶會小 可是會變小 他沒關係 我就是要瘦 對啊 我曾經就有過 我曾經吃那個雞胸肉 後來胸部有變小 真的是很誇張 我是差不多高中的時候吃 然後中午要帶便當 就想說雞胸肉姐妹 很簡單你只要煮個雞胸肉 但是我有蘸醬 就是還有把雞胸肉先抽成絲 不然一個便當盒 只有一塊雞胸肉 看起來好像難民 很可憐 就把它抽成絲 然後配一點醬油 這樣子差不多兩三個禮拜 真的是可以瘦1 2公斤 可是真的很誇張 就是你胸部真的會變小 可能是我那時候還是在 青春期的末端 還在發育 所以就感覺說 一下子消風太厲害 就不大敢吃 然後後來我還有試那個 奶昔的減肥法 奶昔的減肥法其實很流行 它有三個口味 就是有香草 巧克力跟草莓 它裡面有糖分不是嗎 對 它就是有糖分 而且它一次泡起來很大一罐 你就是一罐當作代餐 就是當作一餐 它比較有飽足感 比較有飽足感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很無趣 因為它就是液體 你喝完以後你就覺得 你沒有咬東西的那個感覺 所以也是一下子就放棄了 但是有些朋友真的是瘦很多 像他一樣 我有個朋友是瘦20公斤 但他後來就有keep住 我現在還是超美的 對 所以有一些還是蠻有效的 這個keep是很重要的意思 郭靖威柔請教一下 你瘦了之後 這樣持續下去 每個月有瘦嗎 還是到一個 你說如果要體重計上面的數字的話 我是一直飆高 因為 但是你肌肉幾個數字 因為你在運作這邊 可是我的體脂率一直下降 我知道 我懂你 你就是林書豪嘛 林書豪外型開始瘦 可是體重 跟連勝比 連勝比 不會變輕 不會 所以體重計上數字不會變輕 有的只是有水跟脂肪而已 脂肪是沒有重量的吧 脂肪比較輕 比較輕 密度差很多 一個是棉花一個是鐵 所以你看起來會很膨脹 了解 其實這個雞胸肉奶昔 其實是蠻紅的 在網路上 在任何地方都蠻紅的 那我前陣子很胖 我曾經有胖到80公斤過 然後那陣子就是因為跟人家告白 然後被拒絕 然後所以 就後來就奮發浮想說一定要變瘦 那我期間就是可能會吃大量的雞胸肉 然後加上一些 比如說運動啊等等 那有時候一天可能吃六顆蛋 六顆蛋可能都是蛋白 自己做蛋捲啊什麼的 然後做一些料理 那後來呢 就是經過一年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之間 我瘦了 吃那麼多蛋 曾亞來實行香蕉健肥法 過程超辛苦 很多人都跟我說 香蕉最營養的就在 我就把它打成像牛奶一樣 我每天都喝 我吃了一個禮拜 最後 我看到條狀物 我都好怕 後來呢 就是經過一年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之間 我瘦了超七個星左右 你吃那麼多蛋不會膽固醇嗎 七顆有點太 蛋白 蛋白 蛋白就比較不好 蛋白一直攝取OK嗎 剛才是零膽固醇的 對 對 所以沒關係 其實瘦也要瘦得健康 不要瘦得好像很冷的 就像肌肉要緊實 看起來就是健康 要不然氣色會不好 而且你手臂要有幅度 對不對 要緊實 我也很喜歡用肌秀 可是我沒有辦法像你一樣 就是吃一整年 我就會密集 譬如說 我這個月吃 然後下個月我就放縱 然後下個月再吃 然後再放縱 這樣斷斷續續的 那我的做法是 我就會 我不一定會水煮 因為我比較喜歡有味道 因為如果我覺得 沒有味道的話 就覺得很空虛寂寞 覺得冷 所以我就會把它就是煎 然後或者是 我會用麻油煸 因為它這樣本身不用沾 因為不是用大量的 用麻油 用一點點 可是因為它 雖然它本身也有一點油分 可是它會有味道 你就不需要吃沾太多的 用鮭魚 然後用鮭魚的油煎它 我只選單一食物 就是那一餐只選單一食物 那我就不需要去沾一些 比較重口味的東西 因為鹽分也會讓你就是 就是變重啊什麼的 對我們也不是很好 對 所以我會放棄 然後我是把它們兩個分開吃 但我覺得 雞肉減肥法是蠻有效的 我一個月通常 最少都減3公斤下來 那比較不容易負胖 那有的時候我會搭配 就是譬如說 因為如果三餐 我是沒有辦法直接 要一直吃雞肉 但我就可能會搭配晚上的時候 6點左右就喝一杯奶昔 我後來發現就是 如果是一樣的水量 你喝水其實也會飽 對 只是 可是很容易要喝喔 會飽 可是你吃奶昔也會 也很容易餓 真的我試驗過 就是它其實你只要 甚至你只要多喝一點點水 你會更飽 就是只是一種 讓你味填充 因為你看 短暫的飽足感 對 短暫的飽足感 那你後來為什麼不做這些 因為奶昔不好喝 我就發覺都喝水 所以你曾經做過它是有效的 對是有效的 那雞肉我也非常喜歡 然後通常都可以 就是變瘦 如果你選的對的話 那我有一個朋友 因為有一陣子就很流行 阿精減肥法 就一直狂吃肉什麼 然後就假如說會瘦 身材會變好 結果我一個姐妹 她就有一陣子 她也是跟著我們這樣吃 那個阿精減肥法 可是出來以後 我們都一直覺得 她沒有變瘦啊 想說奇怪 而且她是一個 就是說到做到 她不會偷吃其他東西的人 所以我想說為什麼呢 然後我們就問她說 那你有什麼 你就是這樣吃 你是吃很大量嗎 她說沒有啊 然後我說那你吃什麼 她就說她吃飛力 然後我想說飛力很 飛力好像 嗯 好像沒那麼適合 伐受覺得顯得很重要 其實牛肉如果不加醬 乾煎之後 吃那個牛油炸粒也不會胖 對其實是蠻香的 除非你一直吃牛油的油部分 對 乾瘦的不會嘛對不對 單純單一食物很重要 那單一食物不是 叫化雞麻油雞這樣吃喔 雞裡面不要再加什麼魚啊 對啊太多了 可是瓜哥我曾經也有試過 我是用雞胸肉去水煮 然後吃沙拉 就把它剝一剝之後 放沙拉 然後小番茄 然後跟蛋 水煮蛋 對 就當雞肉沙拉 然後我每天吃 吃一個禮拜 我的確是有瘦兩公斤 這樣子一定會瘦 但是我是有加和風薑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味道 就是沾一點點有味道 用沾 其實用沾的 很多人吃三大沙 用零的其實是錯誤的 對 用沾的其實相對 對 就是一點點味道就好 然後真的會瘦 剛剛已經點名了這個方法 大家知道 這個是全治全任 我們請教專家黃醫師 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用 請舉牌 黃姐剛剛沒有打 錯的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它要分兩點來說明 第一點是說到底吃雞胸肉 它這件事可不可以 對 其實雞胸肉是可以的 而且它是一個 非常好的蛋白質來源 因為在我們很多的肉類裡面 雞胸肉它是屬於 單位體積裡面 所含的脂肪百分比 是算最低的 算蠻低的 所以說其實像剛剛那個 殷琦有提到一個 阿金減肥法 阿金減肥法其實很有名 它的一個標榜 它的內涵就是說 它必須要高蛋白質 然後低糖類 對 所以說大家其實會注意到說 很多時候 你們在講雞胸雞胸雞胸 可是重點不一定是在雞胸 而是因為你吃了雞胸肉之後 你減少去吃了其他的東西了 因為這樣你才瘦的 對 所以你吃了雞胸肉 因為蛋白質會讓我們的血糖上升緩慢 你會比較飽足感 因此你就會少吃了很多的飯 可能飯就少吃了 然後少吃了很多的 其他的一些像油脂類的東西 可能也會少吃 因為你已經吃飽了 對 其實是因為這樣才瘦的 所以吃雞胸肉是OK的 可是打成奶昔之間 就是不OK的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要討論到一件事就是說 當我們在吃一樣東西 吃固體的這樣去吃 跟你把它打成脂去吃 其實是兩件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就比如說你今天吃奇異果 可以喝奇異果汁 對 其實喝果汁很容易讓你發胖 可是吃水果反而不會 這是因為我們吃下去之後 血糖上升那個關係 所以說吃雞胸肉是會瘦的 對 可是問題我想請教送營養師 像他一整年這樣吃 會不會某些東西營養會流失 其實我們不論是減重或一般的飲食 我們都希望均衡 其實只是比例的問題 你雞胸肉也許可以占的比例比較重 那吃了一年多 應該還是偶爾會吃一些 我有搭配 搭配其他像他剛剛講說 放重的時候可能就吃牛 或吃鮭魚 其實就是均衡度還是非常重要 這樣不然會偏對不對 營養會偏 對 沒錯 其實明星食補第二種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維他命C減肥法 有做過的雷哈娜 跟韓國女星炫亞 她們都滿瘦的 什麼叫維他命C減肥法 我們請宋明老師來解說一下 其實這都是東西方的女神 她們主要就是 會利用大量的檸檬水 跟一些水果沙拉 來當作她的一個減肥的 主要食物來源 就是因為透過 富含有維他命C這些食物 來達到減重的效果 那當然 如果每年三餐都這樣喝 還不會減重 你都沒有沾到肉 也沒沾到澱粉還不瘦 吃得了那麼久 有做過來請幾圈 沒有請幾圈 好 來 請 雅蘭有做過 我試過 我是試過 因為之前有很流行一陣子 叫香蕉減肥法 然後很多明星也有試 黎文他們都有試過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是很有效 所以很多人又跟我說 香蕉最營養的就在皮 所以我就想說 那如果是這樣 我就把它打成像牛奶一樣 把皮打成這樣 對 就皮加肉 然後用低脂的牛奶 整個就這樣放 整個就下去打 對 然後我 每天都喝 就是每天早上喝 然後晚上或下午 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吃香蕉 那沒有接觸別的食物 其他都沒有 我吃了一個禮拜 好可怕 很厲害 很可怕 最後 我看到條狀物 我都好怕 你會出來跟香蕉一樣 對啊 這裡面有沒有瘦 有瘦 我真的瘦兩公斤 真的瘦兩公斤 可是妳可以持續到 第二個禮拜這樣吃嗎 對 第二個禮拜撐不住 因為我後來真的受不了 因為看到其他的食物 我看到香蕉 聞到味道 一個禮拜後都很想吐 一聞到香蕉味就很噁心 而且它是香蕉皮 對 連香蕉皮 它講說它一個禮拜有效 問題是這兩個明星吃多久了 妳可以想像 妳不可以這樣吃 一整年這樣吃跟香蕉嗎 不可能 不行 我不是猴子 一個月很難 同一種東西真的會想吐 對 猴子都吃一整年 他都沒怕 超瘦 猴子超瘦 超瘦的 對啊 你看 而且要帶筆起來 他不一樣 他不是吃這個 他就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邊吃香蕉邊跑步 對啊 還是有運動 有運動 有搭配 糖分那麼高 我們不相信它會瘦了對不對 不能選太甜的 對 我選的都不能選太甜的 但也不能輕 因為輕會色 所以我都選剛剛好 帶點微綠的 是 對 就帶點甜味而已 好 那我們來聽聽別的 不只香蕉 還有別的水果 維在那邊吸嘛 對不對 我有試過那個柳丁減肥法 那一般我都是晚上的時候 大概準備四顆 然後你大概五六點 先吃兩顆 然後喝 要喝很多水罐不會飽 然後到了晚上可能八九 真的喔 對 只是兩顆病種會飽 然後到八九點會再餓 就再把剛剛那兩顆再吃掉 可是這個真的撐不久 因為它好像 我的胃可能不大好 所以會有點 刮胃 然後所以大概撐了一個禮拜 但是也是瘦了差不多一公斤 然後後來我就 胃也都刮壞才瘦一公斤 好不值得 我受抽率好低喔 有飽足感 飽足感不夠 那半夜還會餓 所以後來就改別的 就改蘋果減肥法 那蘋果的話 我一般就是買大顆一點 大概六點多的時候 就先切一半 也是先分兩次 不然你可能八九點就會再餓 然後剩下半顆 半顆六點多吃 半顆大概八九點的時候吃 那吃完就要趕快去睡覺 就要早一點去睡覺 大概十點多就去燙 你夢過雞腿嗎 還是夢過 沒有 會半夜起來開冰箱 但是不能吃 要趕快再把它關上去 所以看一看就好了 對 看一看 對 因為有人常常這樣吃 做夢會夢到牛排雞腿 會 會夢到啃雞腿 真的會 但是這個蘋果減肥法 真的效果還不錯 我大概試了接近有一個月 可以瘦差不多三到四公斤 對 但是就是說 每天都只吃蘋果嗎 六日休息 吃蘋果不是會便秘嗎 要配水 真的我會嗎 對 因為蘋果裡面 還有比較多的果膠 果膠本身就是 如果你有在輕微腹瀉的時候 這個果膠主要是品泻的 所以如果你本身排便 不是太順的人 如果大量的吃這個蘋果的話 果膠有可能會導致便秘 好便秘 對 所以要搭配水 我之前跟雅蘭姐一樣 就是也是吃香蕉去減肥 因為那時候看到 就是有一篇大意思 就寫她在減肥書上面寫說 她一天只吃一根香蕉 一根而已喔 那時候 可能前幾天我就試了 只吃香蕉 然後這樣子 可是前幾天還不錯 可能還不是那麼餓 但是後來過了第三 第四天的時候 因為可能要久站嘛 開刀 然後就發現 因為手其實會抖的 然後就被主治醫師罵說 你怎麼那麼沒有用 手還抖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 講真的 因為一根香蕉 它裡面的大卡 可能才超兩百多好了 那像我們男生的話 可能六七十公斤的 或七十幾公斤的 可能一天都要兩千多卡的大卡 那所以就可能手會抖 會不舒服 然後那時候就可能因為 心情有點暴躁 然後又被罵 然後後續就沒有吃了嘛 然後就變成去大吃大吃 所以反而就造成 崩潰了 完全崩潰 反而就靠 是的 所以你在尝試 任何減重方法之前 你要想清楚 你可能把那個 弦拉得很緊 對 緊繃啊 你可能受到這樣 可是當有一天要胖起來 那個差距是會很大 這種方法到底對錯 我也不知道 我們請營養師來解說一下 宋妮 對 其實維他命C 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成分 所以對於不論是女生的皮膚 或者體內的自由基對抗 維生素C都很好 但是其實在減重的過程中 維生素C是 所以當我們現在大家都說 減肥減肥 其實希望是 其實一再強調 減重的過程中 絕對不要單一食物 對 像剛剛聽到什麼香蕉 蘋果 葡萄油 其實單一食物 就算你短時間剪下來 其實都是不健康的節奏 你可以比例問題 比如說你蔬菜水果為主 如果你不討厭吃蔬菜水果 你可以以這個食物為主 但是還是要搭配少量的澱粉跟蛋白質 這樣子才可以持之以 可能才不會像剛剛瓜哥講的 懸拉得太緊 但是我在這邊要強調 因為可能很多人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就會斷章取義 就說維他命C幫助減脂 就拚命去補充 維他命C的保健品 其實是不建議的 因為我之前就有聽過一個案例 就是他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一天吃的維他命C的量 大概是100毫克 但是有一個想要減重的一個女性 他就覺得說維他命C可以減重 那我就高劑量的吃維他命C 因為他覺得維他命C 反正是水溶性的 尿就尿掉 結果他每天就吃4公克 等於說是建議量的40倍 然後吃了一陣子之後 他覺得好像也沒有很明顯 他後來就停了 就是等於說那一罐吃完 他就沒有吃了 結果他斷掉之後 他就反而出現 維他命C缺乏的症狀 因為維他命C缺乏的時候 其實會牙齦發炎 或者牙齦出血 所以其實任何的東西 我們都還是要以天然的食物為主 不要隨便補充這種高健 就算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也要 就是他的劑量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方法不是說 叫你三餐只有吃水果 對 如果這樣他太不負責了 還是要照正餐就要吃 對 要比例問體力 可是你知道像剛剛有在講到 那個蘋果減肥法 好像是穆文蔚跟蕭亞軒 他們有試過 他們試的那個體重數 我不知道確定 但是是很驚人的 所以其實像很多現在年輕人 我有一個國中的女生 她來諮詢 她就是真的用所謂的蘋果減肥法 可是說真的 這種東西 藝人就是藝人 就是他們可以持之以恆 所以他們要上電視 他們有一個壓力 但是一般人真的做不到 你也不要真的 就是不要硬去嘗試 我那個國中生 他就是吃蘋果 可是因為真的會容易餓 尤其你是那個 正在代謝的時候 你很容易餓 所以他是吃蘋果 配一個預飯糰 再吃蘋果配一個牛排 最後你真的只是多了蘋果的熱量 然後你其他東西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要 這是技巧的問題 你們想過 其實藝人年輕還好 當你到了五六十歲 當個藝人 那個代謝你看多累 對啊 年紀越大 代謝越慢 是啊 有啦 高哥變很瘦了 不是瘦 不是 健康是一種 我覺得皮膚 你們不要一直講說 這種東西皮膚會變好 對 其實皮膚要真正變好 你要運動 流汗 真的要流汗 那個皮膚絕對好 因為你把毒素都排光 那個氣色也差很多 對不對 靠運動 流汗 那個皮膚很好 上妝也好上 真的 不是光靠這些 來 第三個我們看 我後來有吃一個很炫的 就是馬丹娜有試過 是 它卡路里很少 可能只有100多卡 可是那樣是南報 常常報都會報交掉 所以後來就 100 大概不然又忘記 第三個我們看 棉花糖讓你瘦身又美麗 棉花糖可以這樣嗎 對 安吉尼亞球力夠瘦了 大家都有看過棉花糖 就吃起來甜甜的 他們的道理就是說 因為吃下去 你喝水就會脹 所以你就可以 所以他們就會盡量的 把棉花糖當作零食 或者是把它做成點心 或者是放在水果裡面 跟著一起吃 對 他們原理是這樣 有做過的請舉券 沒有做的請舉券 應該很少有做過的 要有做過 我朋友有試過 好 妳聽他怎麼說 我朋友有試過 我朋友是因為他有算過 他說棉花糖如果是像這樣大顆的 10顆大概100卡 所以他每一餐都吃10顆 就是早餐 中餐 晚餐吃10顆 可是他糖分很高 對啊 他不可能吃100卡 可是只有一百卡而已 又有人說 吃棉花糖如果加那個優酪乳 泡在優酪乳裡面 會幫助消化 所以排便會順暢 他單吃也會消化 對 我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 我朋友就把它泡 就是前一天晚上 他把棉花糖泡在優格裡面 無糖的優格 然後就冰在冰箱 早上起來就吃那個 他說排便超順暢的 早上有隔的 只有隔就會 對 排便還是會卸腹 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他真的很有效 因為他吃了一個禮拜 不會啦 不會不會 因為而且他說他吃完之後 皮膚變好了 又來了 真的 真的 因為他說 他裡面有一個什麼 視力變差 所以一直換講 是裡面好了 他說裡面有一個叫 明膠 就是有膠原蛋白 明膠才不是這樣 對 我不知道他說 是膠原蛋白 然後他說吃了之後 皮膚會變得比較好 是一種食材在做的 我覺得應該是他排 就是沒有素便 把毒素都排出去了 因為其實當我們如果便秘 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時候 就會反映在我們的皮膚上 對 那當然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跟明膠應該本身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真的 應該是優格工程 而且各位觀眾 你看看 他們所講的東西 都是一個禮拜 都是一個禮拜 就在我朋友吃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之後 所以聽誰說 吃一個月 兩個月沒有 真的耶 維持不良 不能吃一 兩個月 所以剛剛就打破 我們一次就回到我們開場 我講的 你看那個明星 常常胖怎麼會變瘦 也許他在有重大典禮 或是下個月要幹嘛 或要拍戲的時候 他可能會用這個方法 對 吃了一個月 但是會不會傷身 也許他當我們知道會傷身 或者會膩 你可以吃一輩子 然後你保持這種身材 不可能 你敢吃一年兩年嗎 不敢 對啊 看到棉花糖就想吐了 對 因為所以 你們剛剛只有 你聽過你有嗎 對 我有 我有試過類似的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吃糖類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 我知道糖類會讓女生比較快老化 所以我會盡量避免 但除非 就是我之前去日本玩的時候 然後他的那個QQ糖 他就說加了Q10 我想它裡面有點加Q10感覺 好像不錯 而且你知道 而且我知道 如果就是減肥的時候 如果沒有咬的話 就是會比較沒有飽足感的 那種腦袋裡面的感覺 所以我想說咬一咬 我可能就是有咀嚼感 就可能對我比較好 所以我就買過這個 然後我們之前好幾年前 我在那邊 就日本出好多很奇妙的東西 他就一顆糖果 然後他像那個奇異果那樣 然後裡面有很多籽 他也是跟我們女生講說 你這個吃下去 配著水它就會膨脹 怎麼可能 所以妳有覺得有飽足嗎 我就是因為吃了10克以後 都覺得沒有飽足感 我就放棄了 我覺得會飽 完全是因為我們喝很多水 對 真的 我有曾經身邊有朋友 我現在才想起來 他很奇怪 就是他很喜歡喝熱的飲料 但他都會加棉花糖進去 比方說咖啡或者是奶茶 什麼巧克力 他都會加 然後他吃那個 譬如說我們去吃 他們去吃那個燒烤 他一定先叫一堆棉花糖來烤 然後他都先吃棉花糖 真的好吃吧 可是他就說吃完之後 會很有飽足感 你就不會想要吃別的東西 對 真的嗎 有啊 有棉花糖這樣烤 國外不就是這樣嗎 對 那這個我們請楊偉甄呢 我以前是有試過啦 就是這個棉花糖 你怎麼每個都試過 對啊 就是很辛苦 當女生真的很辛苦 那個棉花糖特別要去買 這個不是很好買的 大家知道要去哪買棉花糖 這很好買 很容易的糖漿不都有嗎 不是 因為在那個 裡面有含餡料的 我真的含沒含餡料 因為有餡料 不行 不用 這個也可以直接吃 裡面有什麼 雞肉嗎 對 沒有 不會 可是我自己試也是一次吃10顆 10顆對不對 跟亞蘭姐說一樣 而且他們那時候還說 胸部會長大 就是吃了臉這邊會Q彈 然後胸部還變大 這胖了吧 對 結果大家都沒笑 我覺得這個沒笑 很甜 那怎麼可能那麼簡單 對啊 可是我後來有試 這個是那時候好像是說小S有吃 然後很流行 又來了 不是大家知道 有沒有中開始啊 我後來還有試一個很炫的 就是瑪丹娜有試過 是爆米花減肥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爆米花很油耶 對 爆米花很油 所以要選 瑪丹娜也不能想 瑪丹娜是自己練得多勤 對啊 她肌肉很大 你看我去看她演唱 她兩個小時還在名作 對啊 可是那個爆米花也是說 一大盆 你看你看數量很大 可是它卡路里很少 可能只有一百多卡 但是你不能選那個 有甜味有鹹的 一定是選那個原味的 那要特別去超市買那個 要自己可以用瓦斯露爆的 可是那很難爆 常常爆都會爆焦掉 所以後來就失敗 一個禮拜後又放棄 對 對 我有沒有聽過 吃爆米花還會瘦的 看電影還自己騙自己 你吃甜的鹹呢 一半鹹一半甜 對啊 一定要吃 為什麼自己還騙自己 沒有他們的配方是 不能吃飯 就晚餐只吃爆米花 可是我覺得爆米花 很熟耶 你知道嗎 那個吃完紅紅 對 對 很不舒服的 那就一分一樣 對啊 然後水又飽 可是變胖了 是啊 莊榮 是 因為我自己是語言最老師 那我就是也是讓一些 病人吃一些很軟的東西 來練習吃東西 吞東西 然後很好笑的是 我有一個病人 因為棉花糖很軟 而且碰到水就會化掉 所以比較容易吞眼 然後同時又會配練習喝水這樣子 然後結果過一陣子 我大概過一個月之後 我再回來看到他 結果沒想到他變超胖 因為那個時候正在流行 就是安傑莉娜球莉 還有一個模特兒叫雷亞 日本的模特兒 他就是有用這種方式吃 然後他就以為這樣子 皮膚就會變很好 因為他本身有生病 所以他以為這樣皮膚會變好 結果他變超胖 因為他吃超多 他就說老師我練得超棒 只能吃十顆 只能吃 只能吃十顆 一分鐘可以吃十顆 你一天吃幾顆 他一直練習 你打薄一隻 一直在訓練 現在我們請教醫師來告訴 這個方法到底是對還錯 來 請舉牌 好 我以為要舉對 還會那顆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對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 曝解一下這個熱量的迷思 像剛剛雅蘭姐也提到就是 十顆一百卡 對啊 一顆一百卡吧 爆米花一大堆才一百多卡 不可能吧 可是你要 它有可能真的只是一百卡 可是這一百卡的熱量 全部都會來自於糖 糖分 對 你要知道這熱量是來自於哪裡 對 如果這一百卡的熱量 是來自於我們的蔬菜 來自於我們的雞胸肉 那這一百卡是很好的一百卡 OK 可是一百卡叫做棉花糖 那就是很不好的一百卡 就會讓你變胖 吃一顆甜到現在嘴巴都還在嘴巴 偷渴吧 偷渴 可以來減重啊 那你吃了之後 就比較不會想要吃東西 就不會想吃東西了 就不會想吃別的 然後會一直想喝水 OK 那還要提到那個明膠 因為剛才有提到明膠這個東西 其實明膠真的是個蛋白 因為它其實就是吉利丁 就是我們一般才會做什麼 布丁 果凍 果凍 就是明膠塊就是吉利丁 對 那它真的是含有蛋白 可是它的蛋白質含量 每一百克的明膠 其實只有1.2克的蛋白質而已 這麼少 這麼少 你這種聽說 黑罐豆漿 一罐100克是3.6克的蛋白質 就是它的三倍 而且它裡面是豆類 含有植物的一些雌激素 大部分一口不可能是好的蛋白質 對 對 所以你要吃那個凌膠 你還不去喝豆漿 對 還要吸收好的蛋白質 對 蛋白就考量它的數量 還要考量它的品質 質分量 油脂的蛋白質 質量都要很亮 是 來 接下來我們看第四樣 明星食譜有哪個 第四樣的請看 綠色果汁 傑西卡艾巴 它其實主要就是利用大量的橄欖菜 搭配一些副盆子跟草莓 還有優格 來打成綠色的果汁 然後喝來當作它的一個微 其實它不用減肥 因為本身身材就很好 它是用來維持它的身材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有很多明星也會利用 就是一天可能五六罐這種綠色的果汁 肚子餓的時候就喝 來當作減肥的一個方式 是啊 它就沒胖過嘛 哪有什麼說服力 它如果說是曾經有100多公斤 現在變40 50公斤 你到底有沒有 它本來就瘦啊 對 那喝這個本來就健康了嘛 可是可以維持身材也很不錯啊 對 對不對 才是最難得的 對 因為很難維持 一定有喝過嘛 來 請取圈或請取茶 來 請取牌 沒有意外啊 美哥 有嗎 對啊 以前不是留著小麥草那種 對 喝果汁 這個肯定是對的嘛 要號稱可以排毒 對啊 但是也喝不久 沒有 真的也喝不久 喝不久 你知道 因為我曾經 就是每天早上 因為我老公就說 他想要讓身體清腸胃 然後我每天早上 都會打一杯蔬果汁給他喝 然後他還特地嘱咐我說 你一定要加三寶 就是小麥胚芽 大豆卵磷脂跟那個啤酒酵母 然後我每天就木樹芽 然後生菜什麼什麼 然後鳳梨 你好像在照顧癌症病 然後每天早上都給他喝一杯 然後滿滿的一杯這樣子 喝不到五天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要再喝了 我覺得有一點受不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你沒有覺得我嘴巴越來越臭嗎 真的 嘴巴越來越臭 為什麼會臭 木樹陽味道很重吧 不是 太冷 寒 因為它那個東西 會讓它的體內變得很寒 你一般是吃肉吃多 嘴巴才會臭這顆的 沒有 真的 生菜會讓你的那個 體內的那個變寒 他都覺得臭裡面感覺 對啊 其實我感覺好奇怪 我很好意思說 我以為是他太累了 所以吃太多草也會臭 對 然後他就說他的胃 會容易不舒服 因為吃太多生菜 肚子會瘴氣 其實因為我們口臭很多原因 如果你腸胃道不好 他其實是真的會口臭 對 所以也真的有可能是 比如說你吃的太冰冷的食物 造成你的腸胃道機能是變差的 發炎的這時候 其實會用口臭的方式反應 所以它這個是有可能性的 是有可能性的 我怕他建立錯誤的觀念 一直到現在 真的 是有可能的 停喝了之後就沒了 就不會了 嘴巴就不臭了 但他有沒有變瘦 沒有 重點在這裡 沒有錯 沒關係 他不喝之後就瘋狂的吃 就歪掉了 整件事又歪掉了 又歪了 是 那夫妻呢 我可以維持比較久的方法 就是這一個 我可以維持一個夏天 對啊 因為我就是 我可能菜的比例沒那麼高 那時候為什麼會開始 因為我不是減重 是因為我媽買了一台 那個可以果汁機 然後想說 哇 好好玩喔 然後他就說 它可以打冰塊的東西 它也可以 然後剛好夏天 然後我就會 平常的時候 我會打果汁 然後放一些蘿蔔 芹菜 然後蘋果那一些 這樣味道就 我覺得味道會變得很好 然後如果你把這些東西 冰在冰庫裡面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冰塊 那你拿下來打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冰沙 然後你每天可以換 不同的水果跟蔬菜 我覺得變化都會很大 你就會覺得說 明天你會想說 那明天要做什麼呢 然後而且我又覺得 讓腸胃會比較順暢 然後通常每個月 應該都會降個一兩公斤 然後皮膚會變好是真的 因為我覺得可能就是 比較順暢 所以肌膚會變好 但沒有口臭的問題 沒有 有可能 它蔬菜應該加的不多 比例可能沒那麼 尤其女生更寒 可是我覺得口臭 那次真的是看個人 因為其實那時候看 你的腸胃道 對於生菜的反應怎麼樣 因為像有些外國人 他不吃煮過的菜 他一定吃生菜 但有口臭問題也沒有 可是可能這真的是 每一個人對於腸胃道的機能 對於冷的東西的反應 其實是不一樣 我最近也會喝那個 綠色蔬果汁 可是我的訴求不是要減肥 我是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 比較排病不順暢 對 然後我就想說 網路上好流行 那個綠色蔬果汁 感覺很健康 然後我的方法是 我把那個鳳梨 芹菜 還有那個檸檬打在一起 然後打成枝來喝 然後我就會 安排假日就是當作宿著我排毒日 然後我就那個假日 就會喝這個綠色蔬果汁 然後喝完滿神奇 就是肚子會咕嚕咕嚕的 然後差不多可以去廁所旁邊 預備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那一陣子 其實好像比較順暢 其實看起來人好像氣色也比較好 榮觀磅花的感覺 當然你分別 你如果常常照正常大便 然後你又多喝水 有流汗運動 你皮膚一定好的 對 因為我自己知道 每次我跑步流汗流汗 我就會發現我皮膚會這麼比較有工資 你看我都曬太陽曬了三四十年 我之前其實跟雅蘭姐又是一樣 我覺得我們其實還蠻養生的 那之前就是有一陣子 這些小麥汁或黑麥汁 或是青麥汁都蠻夯的 那可能就是用一些大麥 或小麥的幼苗 然後拿去加一點蜂蜜打成枝來喝 那甚至我爸媽之前就是想說 要去有機商店買 買回來之後就自己弄 那喝了就是說 這半年來其實都覺得 排便會比較順暢 那朋友看到我就覺得 我皮膚是真的有變好 甚至可能有比一些女生的朋友還更好 那我是覺得還不錯 驕傲的臉 怎麼自己講 要隔壁的內酒 要隔壁的講 自己講我們看見我們 他的整首 伊美 目前下來機器就打了 自己打 自己開始吃水果邊打 這麼怕怕的 不怕的 還是要一些內在的調養 不只外在 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想說也試試看 她可能就照三餐喝 可是喝了可能有時候比較寒 是真的就會造成水泄的部分 對 女生本來你的結構就會比較虛寒性 對不對 我有一群貴婦姐姐 那他們就是有一陣子在夯的是 七日全部都喝這種蔬果汁 可是他們的那個 他們已經不是綠色 他們是各種顏色 貴婦團喝的五顏六色飲品 到底是什麼呢 我有一群貴婦姐姐 我有一群貴婦姐姐 那他們就是有一陣子在夯的是 七日全部都喝這種 就是蔬果汁 可是他們的那個 他們已經不是綠色 他們是各種顏色 因為他們有分享一個照片 在FB上 它就有白色的 綠色的 紅色的 而且很貴 對 那我那一天它的餐 它那個天是說是腎臟的 讓腎臟再生 聖上功能再生的餐 就有奇異果 能不能讓荷包再生 對 他就說奇異果 胡蘿蔔是小顆的那種 彩色胡蘿蔔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蘑菇 蘑菇 然後還有優格 那這是其中一天 然後他們真的是風醒 他們就是很注重養生 所以這些東西 他們還要去有機商店 因為他們怕生的打會有問題 對 然後他們就要連續一個禮拜 那你就看到那些貴婦們 都在下面留言說 這個真的有多好 我喝完之後你撐到第七天 你會覺得有一種重生 再生的感覺 加油 只差兩天了 然後他就會下面說 我這兩天過得真的很棒 然後他們就這樣互相的鼓勵 如果真的很棒 他就不用這樣自己 有沒有跟著自己 邪教團體 邪教團體 真的 他們真的就是弄這種 互相鼓勵的方式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有一天我就把那個菜單照相 你是家醫師不能誤導這種事 對 有天我就真的把這個菜單照下來 然後我就去找 可是我發現這個菜單不是很實用 因為它是來自外國的菜單 所以它會有一些菜 其實是我們翻譯成中文 它是一些很難找到的生菜 國外的生菜 所以你根本 你到時候打一打 你也不知道你打的是不是什麼 叫腎臟再生 肝臟再生 你也不知道你打到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 所以什麼方法都可以研究 就是它的食物的來源 對 要很清楚 不然吃到毒更毒的 對 真的 之前那個歐陽妮儀 就是有被拍到一個冷壓果汁 對 很貴 那就好流行 對 可是在他沒有拍到之前 我就已經有喝了 我真的是神龍喝 對 神龍式白草 他之前就喝了 該罵是罵這些醫師 對 可是我要先了解大家的 民眾的想法 其實那個冷壓果汁 它很酷 跟它是顏色不一樣 而且它會取名字 它網路上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不同的照片 那它每一種果汁裡面 其實不是單一一種 它可能裡面富含有八種不同的 譬如說菠菜 紅蘿蔔 然後小番茄 然後這個萵具等等 它每一種都不同的 然後都很複雜 那它的取名字是很可愛 比如說像什麼 春日蘇醒 然後紅色火器禮 這種類似白色聖誕節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夏日禮運 對 對 對 就回去休息休息 然後你會分說 這個果汁是比較適合 夏天的時候服用 或者是冬天的時候服用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選 選了以後我就訂了七日餐 然後送來 因為最主要考量就是說 我們醫生很忙 都在外面吃 大概都是吃外食比較多 那其實蔬菜的攝取跟維生素 是有一點不夠 我是從這個出發點去試試看 那它送來以後 它是冷藏配送 只是說送來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最麻煩的就是儲存 那這些東西它都需要儲存在冰箱 然後一罐大概500cc 它會限時你打開以後 你可能馬上就要喝完 所以就最後變成說 其實攜帶也不方便 可能今天早上喝了 結果下午晚上都在外面吃東西 根本都沒喝到 然後就又壞掉 然後明天早上又再喝 所以後來就有點失敗 但是我覺得基本上 它其實是蠻健康的 所以楊醫師你體驗過這個 覺得這還不錯 只是比較麻煩 對 就是保存的地方比較麻煩 其實我已經接觸 這個果汁快兩年了 然後我大概一個禮拜 會有三天的時間 每天早上起床 會自己打所謂的精力湯 然後我裡面的成分就是 紅蘿蔔 菠菜 蘋果 然後有時候我會加一點點奇異果 然後會有一小把堅果 跟苦茶油 可是這些東西是你自己去買的嗎 苦茶油 就是去市場買 所以你還會去市場買 對 然後加一點苦茶油 然後如果你怕那個味道 你可以加一點點的蜂蜜 然後加水去打 然後早上其實一杯打下來蠻大杯 然後你喝下去就有飽足感 但我一整天不是只喝這一杯 就是我早上起來的第一餐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們請我們送營養師來說 這個方法到底對還是錯 來 請舉牌 其實算是對的 對 但是我還是要再強調 就是不論是任何 種類的方法都不要偏頗 不要說就單一食物 或者是單一種方式 但是其實這種果之類 其實還是有集體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簡單來講 能吃就不要用喝的 任何東西 功能 你沒有去使用它 就會慢慢的退化 對 所以其實不論是蔬菜水果 能用吃的就用吃的 第二個就是 蔬菜的比例要比水果多多 對 像剛剛黃醫師一開始就提到 如果你一杯的果汁 它熱量是很高 馬上血糖升上來 一檔素一分泌之後 其實就帶到我們細胞裡面 形成脂肪 對 所以其實不論你要打什麼果汁 都是蔬菜的比例 一定要比水果多 第三個就是剛大家一直提到 女生可能喝這些蔬果汁容易寒 其實有時候不妨可以加點薑 或者是加點堅果 或者是加點紅糖 其實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 調整一下食物的一個性質 讓我們可能比較不要那麼寒冷 尤其是早上起床空腹喝的時候 如果真的太寒冷的話 其實對女生來說影響是蠻大的 是 但明星有明星的作用 可是明星一定有他的 他必須要去完成的任務 所以他短時間必須 這個方法不一定是對的 就算對的你也沒辦法長期吃 對 這個他贊成對的 不是每餐只喝維拉麵心 你還是要有別的食物 對 所以很多方法提供給大家 但最健康的還是要靠運動 健康就是每天要自己身體 好像覺得輕飄飄的 精神很好 心情很喜悅 心情喜悅 你的財富就會跟著來 所有的好運都跟著來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減重是許多人一輩子 在戰鬥的課題 很多人都覺得減重很困難 但其實你只要換一個習慣 減重就會變得很輕鬆又簡單 而這個習慣就是 細 腳 慢 驗 曾經有美國的科學家去研究 一個吃飯吃得很快的人 跟一個吃飯吃得很慢的人 他們一週所吸收的熱量 大概會相差7000到1萬大卡的熱量 代表說吃飯吃得快的人 可能會比吃得慢的人 一個禮拜會多一公斤的體重 這是相當可怕的事情 所以黃之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你在吃每一口東西的時候 你左邊攪拾下 右邊攪拾下再吞下去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維持體重 又不會變胖